哈哈,报效穿越来袭,多人有声剧,快穿只反派又黑化了,作者裸奔的馒头,演播一刀品。 第1005集 门派弟子下山实属常事,有的是为历练,有的是为采摘灵草,以此换取灵石。 只要外出的时候,报备给执事长老便可,就这样,两人相处的次数多了起来,随着她对妖小萌的了解越来越多,她便越来越喜欢这个真性情的女子,到后来,她竟已经不满足那每月的短短几日。 岳华公子是清冷矜持的,但丑八怪余日寸却不是。 以前外出,她都是用面具遮掩身份,后来她不喜欢戴面具了,便改为用余日寸的身份四处晃倒,寻求自己机缘。 也期待着能与妖小萌来个巧遇,可惜老天爷偏偏不让她如意,她确实巧遇了一个人很多次,但那人却不是妖小萌,而是苏未雨。 几次巧遇,苏未雨表现出的杀伐果断,让陆时宇十分欣赏,不过,大抵是因为心里已经先装了一个人,不管后来再如何巧遇这苏未雨,心中再如何欣赏她,她对苏未雨却没有更深一步的感情。 最后一次巧遇,苏未雨同她说,她一眼就识破了,她的乔装,她真的是幼稚至极。 陆时宇觉得,这女人实在是不可爱,亏她一开始还觉得这人有趣,脑子里有那么一瞬间还冒出过一个想法,如果她以后有道理,一定要像这苏未雨一样睿智冷静。 这女子的确睿智冷静,但要真的找她这样的做道理,她日后估计得累死。 小萌那样的多好,沙发果断有,温柔小意也有,她喜欢的样子她都有。 她对她不是一见钟情,却日渐情深。 十天后,妖小萌步入园英境界,成为情山第七十三峰峰主,然后一身避衣的女子直接冲上昆云, 对着昆云高声道。 陆时宇,我以情山第七十三峰为聘,前来求去你做我道理,你答不答应? 那声音以灵力放大,响彻整个昆云。 那一日,陆时宇成了整个昆云的笑柄,可是陆时宇本人却开怀大笑。 笑过之后,她彻底恢复了自己原鹰巅峰大圆满修为,狼声应道。 我应了。 商无言是个风流胚子,她之所以这么风流,说起来也是有原因的。 商无言还在凡人界的时候,是个富商之子,她爹挣的金子多得能用箱子抬,人一多就喜欢显摆,她所在的那个国家,女人的多少便是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志。 她爹娶了她娘之后,先后往屋里抬了不下十个姨娘,是当地最牛掰的男人,堪称人生赢家。 因为当地风俗,她娘很是贤惠端庄,她爹往福里抬女人的时候,她娘比谁都高兴。 那个时候,商无言还是个小屁孩,七岁大,平时最大的爱好,除了玩金子,就是看美人。 她受到爹娘的影响,心里对女人不大重视,觉得男欢女爱之事实属平常。 女人就是用来娶悦男人,外家相夫教子的。 八岁时,商无言被修真戒来的仙长看重,辞别凡间爹娘,自此踏入修真戒。 她走时,她爹娘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,但是商无言却撇撇小嘴。 老爹你那么多女人,当日后有了其他儿子,哪里还想得起我呀? 商无言小的时候,三官本来就歪了,熟料后来又败入了和欢派。 这和欢派听着是修真大派,但其实很多修士都看不起和欢派弟子,只因为和欢派里风气实在不好。 门派里的师兄师姐们,在不地节道理情况下便双修了。 这几天跟这个双修,过段时间又跟那个双修。 说句难听的,这跟花楼里的姑娘和小官有何区别? 商无言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,又如何指望她长成一个多正直的苗子? 她生得好,才十五六岁便已经迷住了不少师姐。 但商无言精明极了,十五岁打算给自己破身的时候,找的是他们和欢派一位长得最好看的师姐。 一赏贪欢,自此荒唐不断。 和欢派双修,讲究个你情我愿,她也极有风度,从不吃强扭的瓜。 后来她大了些,对此事也愈发挑剔,并非谁都可以,而是精挑细选。 商无言,很怕女人缠上她,她喜欢的是百花丛,并不是花丛中的任何一朵。 因而,就算主动勾打别的女修,她也会先观察对方是哪种人。 专情痴情的,她不惹,青色小苹果,她也不惹,她从未想过自己也有失足的一天。 入魔道之后,她行事愈发张狂肆意,魔狱的女修也比修真戒放得开,她可以随便撩拨,但她们也更贪婪,企图从那一赏贪欢中得到什么。 作为一个合格的情人,商无言会善待每一位同她有过关系的女修,说到底,这也不过是个交易而已,谁也不比谁高尚。 成为笑面魔君之后,她有了更多的美酒和美人,但她从来不留人共眠,她偶尔会想,有没有那么一天,她会允许女人跟她同床共枕, 当她午夜梦回,都能看到身边躺着同一个人,那想法不过一瞬而过,她自嘲一笑。 有时会爱上我这样风流多情的男人,会陪我这个风流多情的男人,白头偕老呢? 有时候,连我自己都会厌恶自己,何况别人,奢望有个女人陪在我身边一辈子,还不如奢望小莫永远陪着我。 她觉得小莫儿是她的魔宠,她又这么喜欢黏着她,或许,他们真能相伴一辈子。 那一晚,伤无言不小心喝多了,迷迷糊糊中看到前面站着个浑身赤裸的美人, 她长得跟宫殿里的那些女魔羞都不一样,清纯中透着一丝妩媚,正含羞看着她。 伤无言记得,屋子里并没有女人,因为之前的美人被凶悍的小莫儿咬了一口离开了。 魔宫里的侍女都知道,她最宠这只魔狐,就算被她咬下几块肉,他们也不敢多说一句。 可是,如今小莫儿不见了,屋子里却偷偷潜入了一个女魔羞,还不用她动手,自己就先一步衣衫进退。 伤无言轻笑一声,一把将美人搂入怀中,那美人吓了一跳,伸手推她。 别,我是…… 下一瞬,她已经堵住了她的嘴,小美人瞬间瞪大了眼,愣证了好一会儿后,开始慢慢回应她。 拜,本集结束了,喜欢听的话,要订阅哟,哦,还要分享哦,下集见。